環保室各大金子使用索卡六月 对一百公斤年开始增加七大行业 包括有饮料店、米包店三四卖长丁丁 以至于環保局其实早得提供这件環保各物体的进市 不论是在大美典百会公司文区店定三十几 都设计各物体出用区 也就有这种方式改变民众使用索卡六月的习惯 到饮料店买饮料 店员都会免贵提供索卡六月 不过对一百公斤年一为一合开始 環保室各大专台湾七大行业 包括饮料店、香店和三三店店 都不能免贵提供索卡六月 環保室有公告 新增了有药妆店、美妆店、药局、医疗器材行 家电类、书局、文具店、洗衣店、饮料店、西点、面包店等等 新增了这几类也一样都要自备购物贷 或者要付费来使用他们的购物贷 为了香港人竞争使用索卡六月的进市 持乎环保教从一百公斤年开始推出代代相传的活动 将不止来的国有代经历之后 放在专台人们担不住 跟百会公司丁顶三十个宿舍 提供后面将免贵输用 您说这个固贷 可以少用那个塑胶袋 比较环保啊 不用很多垃圾 比如像我们的布织布啊 还有帆布类的这些布袋 还有我们呢 一些比较厚 厚度比较厚的那些塑胶袋 以及购物的纸袋 我们都欢迎民众呢 提供给我们再次来简单的整理之后呢 那提供我们民众在购物的时候呢 方便取用 如果最好是自备购物袋 如果不方便的时候呢 就提供我们这一个柜体呢 让民众来取用 包括完本关节的七大队上 一百公斤年开始 专台完十万金业价 都不能免贵输用塑胶袋 北约民众亦前接着 环保带出没买东西 以环保教就在专台出从 借用购物袋的方式 不然是减少分手带 要对生活当中改变民众的消费习惯 给大家吹一文 陈家生综合报道